董杰千万人心目中永远冰天欲绝的冷清秋 潘月明无数人心中儒雅潇洒的曾孙雅 这对曾经被誉为金童玉女的恋人 不曾想也会分手 更不曾想到一场分手竟闹得反目成仇 日前有网友曝光了一组 经历了婚变后的董杰与儿子鼎鼎的近兆 照片中母子两人在一家咖啡厅 董杰一头短发穿绿色休闲T恤 睡觉以前有些消瘦 但看上去心情还不错 魔爱爆棚一脸慈祥的样子 而坐在妈妈怀里的鼎鼎越来越帅气了 相当的可爱和顽皮 网友还透露 在与潘月明分手后 董杰一直带着鼎鼎在大连老家居住 除了参加一些活动外很少外出 董杰已经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照顾孩子身上 虽然董杰和潘月明的婚变事件 已经过去一年时间了 而该事件对两人事业的发展 也有截然不同的影响 可以说是男方工作满档 女方工作停罢 而董杰方面也确实一直保持低调 董杰特别购置了豪车用于接送儿子 看完儿子才是董杰的全部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